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娘 走吧 上山吧 解放我吗 解放你 解放我了吗 解放老板娘了 对 大家好 我是威廉 这是我太太 Annie Hello 大家好 大家有看到我今天穿这个毛衣吗 圣诞节的毛衣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虽然今天不是圣诞节 但是这期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估计已经在圣诞节了 今天我们要去大熊湖带一些物质上去 因为接下来两个礼拜 所有的客人都是back to back 需要一些物质我们要补给一下 我们现在来沃尔玛 上山以前有一个沃尔玛 山上的血船 残血的那个铲子没有了 还要买一个吸尘器 吸尘器也坏了 上一次 小一点 小一点 轻一点 轻一点 沃尔玛没有血船 等一下我们要上山到山上的DIY 去买那个铲子 另外我们对于这个大熊湖出租 我们想要做一个调整 前三年都是我们自己在管 那随着我们下面业务的增长 越来越忙了 然后山上的房子可能有点不太顾得过来 所以我们想要拿给山上专门的管理公司 那今天我们请他到我们的小木屋来实地看一下 聊一聊细节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会交给他们管理了 我们现在已经要求装雪链了 但是山山是这样 二区的车需要装雪链 四区的车就不需要 R2的话就这样 如果R3的话 那所有的车就要 但是R3这几年好像没有空了 我也知道有朋友想要在山上投资木屋 管理这块呢 大家也比较感兴趣 那我们就以我们自己为例 先帮大家试一下水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今后您如果在大雄不买了木屋 可以直接找我这家管理公司 下了一层大圈 太漂亮了 我们也有一点多味道 煎饼的 就像�饼装 我们来这家管理公司 看到我们的主意 在这个厚运行 三层大圈 除了些液体 晒面 放入地 冰炙 我们现在到了啊 雪还是很厚啊 昨天上来 以前请工人把抽到上的雪给铲了一下 但是铲得不是很干净 不过还好我们这个车是四驱的 可以爬上来 地面上这里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就还是剩了一些雪的话就结成冰了 我们下期再见 这Manager他要倒下去 我说我让他 他不用 他说自己倒下去 太牛了 而且路上还有雪 看起来 看起来 现在肚子饿了 来Starbucks 喝点东西 吃点东西 刚才已经面试了 上面的Manager 我们对他感觉很好 所以我们会交给他 从1月1号开始交给他做管理 今天同时也帮我们传血的老沫 把钱给他付了 买一袋Asnip 虽然卫上有铲血过后还是滑 虽然卫上有冰 用这个把它划掉 后面两个客人的木头 包的木头还有铲血的铲子 山上来买到山上来买 山上东西还是比较齐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上来一天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见了Manager 附了铲血工人 然后为圣诞节 这十多天的客人准备了一些柴火 买了一些化冰的盐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下山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天的视频观众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一天的行程真的是安排的非常满 现在已经有一点困了 再次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